电磁炉和炒锅拿去退货了 新的锅还没有买啊 今天中午煮不了面条了 没办法了 看来今天非得吃一次米饭了 在网上买的这个电磁炉啊 用的还没有一个月呢 今天烧水的时候 这个开关机键啊 怎么也不通电了 准备申请退货了 这个电磁炉的包装没有扔 现在又重新装起来了 快递小哥上门取件 今天中午就准备做一个香菇鸡腿焖饭 既然是鸡腿焖饭 那肯定要先来买个鸡腿的哦 这炸鸡腿怎么买 十块两个 五块钱一个吗 拿一个要一个 别的不要 别的不要 再来蔬菜店买点香菇 胡萝卜洋葱 再来两个大蒜 胡萝卜和土豆切块 再来点香菇丁 洋葱太好吃了 就是切的时候有点辣眼睛 大米淘好以后 加点生抽 蚝油 黄豆酱 很少蒸米饭呀 不知道这一次会蒸成什么样 把刚才切好的菜码到锅里去 把炸鸡腿放在最上面 这米饭已经煮了四十分钟了 为什么还有水呀 我都已经饿得受不了了 四十分钟了 我要开吃了 尝尝这个胡萝卜熟没熟 嗯 熟了 这米饭熟没熟啊 尝一下 感觉米饭没熟 天哪 这米饭蒸了四十分钟 竟然不熟 尝尝这个土豆怎么样 土豆熟了 胡萝卜也熟了 米饭感觉有点硬 米饭的芯有点硬 味道还可以 试一下这个炸鸡腿 这炸鸡腿五块钱一个 感觉还是直接炸好的那种比较好吃 嗯 嗯 好烫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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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鸡腿是真的香呀 它这个炸鸡腿应该就是腌的时候就腌得比较到位 吃起来特别入味 很咸炸的也很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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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从鸡腿上面掉下来的一块肉 这米饭做起来确实比瓜面要麻烦一些 而且煮瓜面很快 10分钟就能搞定 这米饭我蒸了40分钟还没蒸熟 应该是我蒸的方法不对的 嗯 香菇鸡腿焖饭 幸好是买了炸鸡腿 要不然今天这个饭就失败了 还行吧 不算很好吃 嗯 能吃饱就行了